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播王登峰 在我身旁的是球評呂伯勝 目前比賽來到了5局上半 目前同一是對1比0暫時領先兄弟相對 目前打擊去上的是陳志宏 潘維倫這球投諸是一個內角的好球 潘維倫在這場比賽目前總共4局投了59球 這場比賽也是潘維倫商務復數的第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到底能夠投幾球呢 也是可以測試一下潘維倫的體力回復狀況到底是如何 陳志宏這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界外球 目前球數到了良好球沒有壞球 潘維倫在球數上取得領先 潘維倫在這場比賽搶好球數的能力也是非常好 現在那邊陳志宏 他只能用2個球去取得2個好球數 所以 真的是 目前5局用了 70球其實算是一個省球 非常節省的一個範圍之內 剛才陳志宏又打了一個內野上方的界外球 目前球數還是維持在良好球沒有壞球 臉上沒有拋著無人出局 潘維倫目前取得球路上的領先 那我們看今天這場比賽 目前潘維倫的配球基本的仗道還是直球跟變化球這樣子的搭配 直球比例的這球我們看一下打到右外野方向右外手 鄧志偉 結殺出局 其實這球的阿達里打得真的不錯是不是 這球的阿達里其實 陳志宏他很明顯的就是有往右外野方向做反方向攻擊 因為他第一球打界外的時候其實 有被擠壓到但是他是有刻意的 往右半邊做攻擊 這球其實打得也蠻紮實的 這球打得真的非常不錯 鄧志偉小鄧的移動速度也可以說是非常的快 那接殺了陳志宏又外野球的飛球 那目前 兄弟相對一人出局 壘上沒有人 同一是對目前一比領先 潘維倫這球斷棒 蔡明爵 這球落地形成安打 是一個斷棒的安打 蔡明爵集出了一支一人安打 斷棒的一人安打 這球可以說是這樣非常lucky 剛才 陳志宏那球打得阿達里雖好但是 出局 但是這球 卻斷棒集出了一支安打 所以棒球真的是一個 沒有辦法絕對論來說的一個比賽 這球我們看一下 斷棒形成一支左愛野方向是安打 真的非常巧妙 而且這個球其實被擠壓到 剛好就落在游擊後方跟左愛野手前面 這個真的是比較沒有辦法 那現在一人出局壘上跑者 壘上的跑者是蔡明爵 蔡明爵 待會兄弟相對會不會有什麼戰術呢 我們可以等一下來看一下 目前打擊上的跑者 打擊區呢是輪到了張正偉打擊 張正偉前面兩支打擊 一次集出了一支一人安打 那目前 高志剛蹲向的外角這球 左愛野方向接外球 球數來到了一好球沒有壞球 張正偉在 目前球技打到現在還是維持在兩成九的打擊率 其實也算是蠻高的 但是我覺得 他可能之前有受到一些傷勢的困擾 所以 他的 目前的揮棒速度跟他的整個協調性的部分 可能還是需要一些 時間上的一些 在調整就對了 目前球數來到了一號球沒有壞球 壘上跑者壘上是蔡明爵 目前球數來到了一號沒有壞球 這球 這球還是一樣依舊 139公里的直球 被 張正偉呢 打到了 左愛野的界外球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張正偉他 應該說 這球數來到了兩號球沒有壞球 球數上 潘威倫取得領先 一类上跑者是蔡明爵 目前潘威倫用球數來到了65球 這球高直剛蹲向內角 這球內角 這球邊邊角角的主審不太喜歡 哇 這球其實非常的接近 沒錯的好球的空間 目前我們看到 同學室的牛棚 目前兩位投手在熱身的 看來潘威倫今天這場比賽的用球數來到66球 是不是傷後付出的第一場比賽 在用球數上教練場會有考量呢 這是一定的啦 因為潘威倫畢竟他的傷痛史也是非常的深厚 那 他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投手 教練團應該是會 對他用球數有 多一點的拿捏啦 沒錯他現在這球 投出潘威倫這球 左愛野方向 落地行車安打 一类上的跑者蔡明爵已經繞過了二壘 速度非常的快 繞過了三壘 奔向本壘 這球來不及啦 蔡明爵 回到本壘得分 張政偉打者張政偉擊出了一支二壘安打 兄弟向目前追平比數啦 1比1追平的統一師隊 剛剛 其實本來還想要先提醒說 蔡明爵的腳程是非常快的齁 但是 你看這一球其實他打的並不是非常的扎實 但是他滾在線邊的部分 蔡明爵就一路的 沒有思考的就往本壘衝 那這支教練團剛才有先下達一個打跑戰術 讓一类上的跑者先下達指定就是 馬上就是先衝回來本壘 這一球看起來像是一個打跑戰術 因為在 張政偉 因為其實這一球比較偏一點 而張政偉他勉強出棒 然後結果形成了一個邊線附近的安打 而蔡明爵就這樣一路的跑回去本壘 其實這個戰術下達非常成功 OK現在打擊輪到了 減複製 減複製前面兩次打擊沒有擊出任何的安打 目前兄弟向打擊是否能串聯 超前統一之內 我們來看一下這球 直球140公里 潘惠倫投出140公里的直球 減複製第一球沒有揮棒 先觀察一下潘惠倫的控球狀況 因為目前潘惠倫球數也來到了68球 那對於傷後複製的第一場比賽 教練團現在其實也在觀察 潘惠倫到底能不能解決這場比賽的這個危機 看一下他的續航力如何啦 因為畢竟已經有一 半季沒有比賽的情況下 他需要先熟悉一下比賽的節奏 沒有錯沒有錯 我們看一下這球潘惠倫 高志剛蹲向外角這球 三球之間穿越安打 穿越新城安打 二壘上拋著張政偉目前沒有回來 停留在三壘 減複是擊出了一隻一壘安打 把跑者推向到了三壘 目前兄弟相對在五局上 攻佔了一三壘 同一式教練團現在終於忍不住了 終於跑出來了 潘惠倫的用途數現在來到69球 目前兄弟相對 一三壘有人 這局可以說是兄弟相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局 是不是能超前的話 這局真的是算蠻重要的 是不是 這球 這球其實打得非常的精彩喔 因為其實潘惠倫這球並沒有失投 他投到了高智剛想要的位置 而陳庸基的部分呢 他因為 想要抓雙殺的緣故 所以他三壘的部分 比較屈前 所以這球強勁的部分 蔡強勁沒有辦法把他攔截下來 這是蠻可惜的一點 看來統一師隊教練團 上去跟潘惠倫溝溝通了一下之後 目前還是決定讓潘惠倫繼續留在場上 解決五局上半目前一三壘的危機 那兄弟相呢 這局是否能成大局呢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打擊是否能夠串聯 我們看先發投手目前 影視人喔 埋頭 看一下這局 米奇亞是不是到底 能不能 敗頭解套 敗頭已經解套了 那看這局呢 是不是可以 讓他 變成第六局 由敗轉勝 沒有錯 那目前呢 打擊區上輪到的是 周思琪 周思琪 打局兩成八六 今天比賽前面兩個打數 幾十兩支 一來安打 棒子可以說是非常的火燙喔 自從經典賽到現在的棒子還是依舊火燙 而且他 在去年到今年 其實打擊非常的成長許多 今年可能是因為經典賽的緣故 讓他的 讓他的 伸手 拳隊打的支數並沒有非常多 不到本季 目前只有一支拳隊打出現 但是他打 潘威倫 你看有五成的打擊力 沒錯沒錯 五成打擊力 那潘威倫這局真的是要 變對周思琪 又是要格外的小心喔 其實這個打擊才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 對潘威倫來說的一個考驗 目前 潘威倫取得 球數上領先 一好球沒有壞球 一人出局 一三雷有人 這一球投出 這一球 一人上跑者啟動 一人上跑者 被抓到被試破了 這一球 有利手才能本磊 啊喔 哇這一球 這一球 哇本磊非常漂亮的攻防戰啦 看一下張正偉有沒有受傷 張正偉這時候沒有事吧 哇 熊梨相對一下 這個非常大膽的一個戰術 但是統一師隊也沒有 也非常細膩的解決這個危機 統一師隊應該是有 有料想到他們會 出雙道磊這個戰術啦 因為壘上 一三壘上的跑者 其實腳程都算非常的快 沒有錯 雙道磊成功機率也是 蠻高的 但是這一球應該是跑者的部分 並沒有 配合得非常好 我看一下 現在張正偉 不知道 商市有沒有大礙會不會影響接下來的出場呢 我們看一下這球 這球 已經先抓到啦 然後張正偉在奔向本磊 我們看一下 高資剛這球真的 擋得也是非常漂亮啦 在本磊也沒有留下任何的縫隙 給張正偉 摸到本磊版的空間 這個部分 剛剛看了一下張正偉的部分 其實他在起跑時機點 並沒有抓得非常好 他起跑時機就慢了 然後在要本磊進行攻防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種刻意要閃躲 然後 並沒有說非常確實的 做一個正常滑壘的部分 他的後腳似乎有一點 扭傷有一點折到的一個情況 我們希望張正偉選手沒有什麼大礙 我們看一下場上目前 球數來到一好一壞 這球好球 是一個外角的變化球 球速123公里 那我們看來張正偉現在在場下治療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大礙才對啦 目前潘偉倫在球數上取得了領先 兩好球一壞球兩人出局 兄弟相對 同意識對目前是1比1贊成平手 打擊居上的呢 還是又是周思琦 潘偉倫現在球數用球數來到了72球 看一下周思琦這個打擊 這球高智剛蹲向外角 這球 打向了拽了 界外球 你看剛剛周思琦的打擊雖然說身體已經 跑出去開掉但是他棒子還是可以留在非常後面 將這個球集成一個 界外的飛球 破壞掉這一球 其實現在 周思琦在打擊上面的話 其實意思就是對潘偉倫的球 採取一個破壞的模式 讓潘偉倫的用球數再繼續增高 那目前在潘偉倫體力上的話其實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潘偉倫到底可不可以成功的 解決這一局的危機 如果說這一局能夠成功的下樁的話其實對潘偉倫來說還有下一局的可能性 這球高智剛蹲向外角 這球邊邊角角 其實這球也是有好球的空間 主審不太喜歡 這場比賽看下來其實主審他對於 內角跟外角的 這個好球帶的 寬度其實是比較窄 因為他剛剛有一球內角的 對 減複智的那一球 其實他那一球 其實他那個內角球 是個好球的空間 但是 主審沒有減 潘偉倫這個要去面對啦 今天主審好帶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這球 潘偉倫 以上打者周思琦 準備時間過場 主審主動叫出一個暫停 讓投手與打者各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潘偉倫在這場比賽目前用得出來到74球 其實潘偉倫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投手啦 他在面對危機的時候 會給自己一些喘息的時間來 彌補他現在 的一些危機的狀況 對 潘偉倫這場比賽 兩好兩壞兩出局 這一球 左愛野方向 界外球 哇周思琦在潘偉倫上面 真的打了不少個界外球 潘偉倫的體力 也在周思琦上面也付出了不少 其實周思琦是一個 本身就是一個棒子很黏的一個選手 看經典賽 對於日本隊的時候 選球機器 選球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他打擊非常的 黏性很夠啦 所以會 導致於投手的 所以投手必須要非常好的耐性跟他去模 目前球數來到兩好兩壞 兩人出局 兄弟相對二壘上的跑者 目前這球 潘偉倫投出這球內角 啊 銷到衣服啦 這球是一個促身球 潘偉倫投出這場比賽 第一個促身球 目前 壘上的跑者 填滿了一二壘啦 這個問題蠻大的 因為 潘偉倫目前 他其實是一個控球非常好的投手 他現在球路有慢慢偏高的情況 這球打到 雖然沒有打到 插到衣服而已 但是 其實這可以看得出來 潘偉倫他現在的體力 現在慢慢的下滑當中 目前球路看起來 這局上面也有慢慢偏高的趨勢 是啊 目前兄弟相攻佔一二壘 一壘跑者 周思琪 剛才是被促身球上壘 目前打擊輪到我們的恰恰 彭正銘 彭正銘前面兩個打數 集出了一支一籃安打 上一個打數 集出了一個外野飛球 這個打擊可以說是非常的關鍵啦 面對兄弟相對的 不動第四棒彭正銘 龐偉倫 要如何應對呢 這是一個中華隊王牌對王牌的對決啦 沒錯沒錯 這球 外角直球好球 141公里的直球 外角好球 彭正銘 第一顆先觀察一下 潘偉倫 現在的球路狀況到底是如何 第一顆先放掉嘛 其實潘偉倫目前投到現在他的球數大概在130到140 中間 並沒有球數到145以上 其實 他現在的球數並沒有回復到非常百分百的狀況 目前潘偉倫球數上取得領先 一好球沒有壞球 兩人出局 兄弟相攻佔 一二壘 這一球 高次康都向外角 是一個外角的變化球 壞球 一好一壞 哇兄弟相對現在的加油團士氣可以說是非常的強 彭正銘又是彭正銘的打擊 現在 我覺得彭一絲的牛棚需要趕快加緊熱身 因為潘偉倫目前的狀況其實蠻多的 被連續安打了之後 又 又有出身球的產生 其實現在這個狀況 教練團必須要趕快做一個明確的決定 沒錯 看一下 目前用數數來到77球球數上取得一好一壞 然後這球投出 這球中間方向 急出一隻安打 這球二壘上的跑者繞過三壘之後 要直奔本壘 兄弟相對超前啦 彭正銘急出了一隻 自身的超越比數的2比1的安打 目前兄弟相對2比1 暫時領先統一失隊 兄弟相的士氣 真的這時候 全部都拉起來啦 從剛才死氣神神到現在 真的是 非常的 球迷都嗨起來 終於活起來了 果然是 兄弟相的不動第四棒 他在有關鍵時刻 其實都能夠 打出安打 其實這球 看下去 潘威倫他並沒有失投 他投了一個 變化球 在膝蓋以下的位置 但是 這球真的還蠻低的 這個就是一個 標準的恰似打法 他跟到非常後面 然後把他帶到中間方向 又非常強勁穿越了一隻安打 這球 滾動速度也非常快 目前兄弟相對 2比1 暫時領先的 統一失隊 那目前 壘上的打者 打擊區上呢 是輪到了張志豪的打擊 這球 潘威倫投出 這球 游擊方向的一滾地球 游擊手傳向二壘 刺殺 觸局 結束了兄弟相對 這局的攻勢 這局兄弟相對 打 彭正敏擊出了一個超前分 目前兄弟相對 2比1 暫時領先 統一失隊 暫時領先 掉蹲